与其做愚蠢的智人 不如做聪明的愚人 莎士比亚天逊是最高的克己功夫 莎士比亚后头的推测 不过是一些玄空的希望 实际的行动 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 莎士比亚爱情 它会随着全身的血液 像思想一般迅速通过了五官四肢 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双倍的效能 它使眼睛增加一重明亮 恋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音炫目 恋人的耳朵听得出最为细的声音 任何鬼祟的肩膜都逃不过他的知觉 恋人的感觉比在和蝸牛的触角 还要为妙灵敏 恋人的舌头是善于变味的巴丘斯 希腊教神显得迟钝 莎士比亚一个面具套不下所有人的脸 莎士比亚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 胖不拿出来贡献于人士 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 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莎士比亚最后的结果确定工作的成败 莎士比亚智慧是命运的一部分 一个人所遭遇的外界环境是会影响他的头脑的 莎士比亚我们做的坏事 往往因为正好迎合下等人的口味 就被他们高声夸奖 说成是我们办的好事 莎士比亚志向不过是体力的奴隶 生气勃勃地降生 但却很难成长 莎士比亚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原谱 我们的意志是这原谱的原 因莎士比亚出门看天气 上是万行情 莎士比亚春光不自流 莫怪东风恶 莎士比亚女人 你的名字是弱者 莎士比亚自愿的贫困胜于不定的浮华 穷收集欲的人要是贪得无厌 比最贫困的而知足的人更是不幸的多了 莎士比亚无言的淳朴所表示的情感 才是最丰富的 莎士比亚无言的淳朴所表示的情感 才是最丰富的莎士比亚真正有感的人 应当能够智慧地忍受最难堪的荣辱 不以身外的荣辱戒怀 用习是宁忍的态度 避免无畏的恨阔 莎士比亚多听少说 接受每一个人的责任 但是保留你的最后裁决 莎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 不是为了火炬 本身 就像我们的美德 应该超过自己照亮别人 否则等于没用 莎士比亚友谊在别的事情上 都是可靠的 在恋爱的事情上 却不能信托 所以恋人们都是用他自己的唇舌 谁生着 让他自己去传达情愫吧 总不要请别人在牢 因为美貌是一个女巫 在她的魔力之下 忠诚是会在热情里溶解的 莎士比亚世间的任何事物 追求时候的性质 总要比享有时候的性质浓烈 一艘星下水的船只 是杨凡出港的当儿 多么像一个娇妖的少年 被那轻狂的疯儿爱抚露爆和事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 船帆也变成了百节的拓纳 他有多么像一个落魄的浪子 被那轻狂的疯儿 四一七零 莎士比亚真理 是永远蒙蔽不了的 莎士比亚 一个本领超群的人 必须在一群竞敌之前 成才能够写出他的不同凡俗的身手 莎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 名誉是一个的外貌 莎士比亚世界上有一种人 他们的脸上装出一副 心如止水的神器 故意表示他们的冷静 好让人家称赞他们 一生智慧深沉 思想渊博 他们的神器之间 好像说 我的说话都是文英天语 我要是一张开嘴唇来 不许有一头狗乱叫我 我看透这一种人 他们只是因为不说话 活得了智慧的名声 可是我可以确定说一句 要是他们说起话来听见的人 谁都会骂他们是傻瓜的 莎士比亚每一个被束缚的奴隶都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手 增脱他的锁链 莎士比亚 平着日归上前思的阴影 你也能知道时间在偷偷地走向更古 莎士比亚草率的婚姻少美满 莎士比亚苦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德 非常的遭遇可以显出非常的气 莎士比亚本来无望的事 大胆成事往往能成功 莎士比亚思想是生命的努力 生命是时间的弄人莎士比亚庄严的大海 产生蛟龙和金泥 清浅的小河里只有一些公平足美味的鱼 莎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 名誉是一个人的外貌 莎士比亚一个是性子的女人 就像翻腾的灼水 纵使口干舌燥 也不愿错饮一口 莎士比亚真实爱情的途径并不平坦 莎士比亚无论男人女人 名誉是他们灵魂里面最切身的珍宝 谁偷窃我的钱能 不过偷窃到有一些废物 一些虚无的患直 他从我的手里转到他的手里 他也会做过千万人的努力 可是谁偷了我的名誉去 那么他虽然并不因此而富足 我却因为失去他而成为赤品了 莎士比亚不要误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 否则你将以生命的危险重重补偿你的过去 莎士比亚仅仅一个人 人独善其身 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上天生下我们 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 不是照亮自己 而是古照世界 因为我们的德行 他不能推其他人 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莎士比亚书及是全人类的营养品 莎士比亚爱情的鲜艳的容色和热烈的心 也会因困苦而起了变化 莎士比亚最恶劣的事态 总有一天告一段落 或者逐渐恢复原状 莎士比亚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莎士比亚爱情里面 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莎士比亚宁愿做一朵笔下的月花 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强悔 与其风吟献美 偷取别人的欢心 无名被众人所避弃 莎士比亚任何恶德的外表 也都附着若干美德的标志 莎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 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 它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 在身受时化作甜蜜 莎士比亚不如意的婚姻 好比是做地狱 一辈子鸡争额斗 不得安生相反的 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 就能百年协和 幸福无穷 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 可是不要过分狭逆 莎士比亚如果一年到头如假日 其不像连日工作那样提罚 莎士比亚若是一个人的思想 不能比飞鸟上升的更高 那就是一种卑微不足道的思想 莎士比亚 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 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 也必须在她的德性的光辉照照 到她人身上发生了热力 再有感受她的热力的人 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才能体会到她本身的价值 莎士比亚富贵 不然和友谊的好坏无关 但是贫穷却最能考验 同有增爱分明的真假 莎士比亚不速之可 至在告辞以后才最受欢迎 莎士比亚无人的纯洁的天真 往往比说话更能打动人心 莎士比亚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 不如做聪明的愚人 莎士比亚闪光的东西 并不都是精子 动听的语言 并不都是豪华 莎士比亚华夏在富丽彷徨 也只是坟上楼阁 莎士比亚明治的人 绝不坐下来 为失败而哀嚎 他们一定乐观地寻找办法来 加以一管 就莎士比亚 道德和财义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 堕落的子孙 我们可以把贵欠的门帝败坏 把巨富的财产当毁 可是道德和财义 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配的神明 莎士比亚黑夜 使眼睛失去它的作用 但却使卧耳朵的听觉更为灵敏 他虽然妨碍了视觉的活动 却给予了听觉加倍的补偿 莎士比亚自有戏剧以来 他的目的始终是反莎士比亚 充实思想 不在于言语的负力 莎士比亚在时间的大中上 只有两个字 现在 莎士比亚 简洁是智慧的灵魂 冗长是浮浅的早事 莎士比亚 天外人的失败 都有事失败在做事不彻底 往往做道理 成功上差一步就终止不做了 莎士比亚情欲柔如碳破 必须使它冷却 否则 那烈破会把心儿烧焦 莎士比亚对自己不信任 还会信任什么真理 莎士比亚心中充满旋律 能渗透到人们的心灵 莎士比亚我的言语高高飞起 我的思想滞留底下 没有思想的言语永远不会上升天界 莎士比亚美貌和智慧很少结合在一起 莎士比亚让我指点二十个人做人的道理 倒还容易 可是要我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 奉行自己的教训 就没那么简单了 莎士比亚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凡事必须三思而平 莎士比亚道德和财义是愿胜于富贵的资产 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贱的门地败坏 把居负的财产当毁 而道德和财义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修的神明 莎士比亚人若神经紧张 说东到西 就会犹豫不定 犯法事情耽误了 耽误的结果是叫人丧至起怜 寸不难移 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 但不要侠逆 莎士比亚起先的冷淡 将会是以后的恋爱更加热烈 莎士比亚如果要别人成型 首先要自己成型 莎士比亚当命运突然改变了心肠 把他的宠儿一脚踢下山坡的时候 那些攀龙赴凤之徒 本夜跟在他后面匍匐披情的 这时候便冷眼看他跌落 没有一个人做他患难中的同伴 莎士比亚才忍藏着锋利的牙齿 莎士比亚忠诚 因为努力的狂妄而变得逃避价值 莎士比亚人生就像是一批用善恶的丝线交错成的布 我们的善情必须受我们过去过失的鞭塌 才不会过分之高气扬 我们的罪恶又赖 我们的善情把他们掩盖 才不会完全绝望 莎士比亚 我可以教训二十个人 吩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 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 履行我自己的教训 我就要尽贴不命了 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莎士比亚装傻的好 也是要靠才情的 他必须窥伺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 了解他们的身份 还得看准了时机 然后像窥伺田眼前每一只鸟雀的原因一样 每个机会都不放松 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 莎士比亚一切朋友都要得到他们忠贞的报仇 一切仇敌都要尝到他们罪恶的苦碑 莎士比亚没有德性的美貌是转瞬即逝的 可是因为在你的美貌之中 有一颗美好的灵魂 所以你的美貌是永存的 莎士比亚万事总居首全力海 不能再问良心 莎士比亚爱和盼相同 烧起来的没法叫他冷却 莎士比